22. 文匯報 香港中企協上市公司委員會正式成立 2015年7月14日工商資訊 B.05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簡稱中企協 屬下專業性組織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上市公司委員會 下稱上市公司委員會7月8日在香港交易所展覽館舉行成立憲典 中企協名於會長 上市公司委員會主席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黃斌表示 未來 中企協將和上市公司委員會一同整合上市公司資源 拓展協會服務平台 發揮致力密集的優勢和巨大的資源聚集作用 為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貢獻 截至2014年底 在港上市的公司共有1752家 總集資金額達293億美元 為力全球第二 亞洲第一 其中876家為內地企業 佔總市借的60%及全年股本證券成交總額的71% 全年新上市內地公司數目為84家 佔全年上市公司數目 百分之69 同比增長百分之8 隨時追廣易加W 無逐漸擴大 兩地企業與金融界整體保持快速發展 胡港通開通與深港通即將開通 市場環境進一步利好的契機之下 包括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國泰軍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在內超過30家上市公司 以及金融機構聯合發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上市公司委員會 旨在加深上市公司 相關金融機構及跨境監管機構之間的互聯、互通 為各方畫掘新的合作契機 成為連接香港金融領域的扭大 成立後 上市公司委員會將協助國際、香港和內地的上市公司 專業機構進行交流 為會員提供投融資 並構重組等金融業務諮詢服務 鼓勵上市公司委員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代表會員積極參與港交所上市規則的修訂 保護會員權益 共同締造大中華地區金融與產業範圍 黃斌表示 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及相關金融機構的集體組織 上市公司委員會將會營造更加積極健康的行業環境 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並進一步增強在港上市公司在境外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在監管機構和社會各界的關心和幫助下 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歷練 與大家攜手共贏 共創輝煌 受騙悲有未確的駴 入口 入口